Give it up, and it'll come right back to you 這次大家猜猜這個嘉賓 到底是甚麼故事 我給照片給你們看看 有書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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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是鮮氣 音樂人 你先看看 我用氣周圍的照片看 我也覺得是 玩音樂的 這樣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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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事不宜遲 不知有甚麼故事 對,也看吧 玩音樂的 我們想一份協議 歡迎你 歡迎你,協議 你好… 你今天上來 一定帶有很爆料的故事 想跟我們分享 如果給你一句話 你會怎樣形容一下 你會怎樣形容 我被人追到要辭職 真的要翻譯 已經翻譯了 你已經說完整個故事了 謝謝… 謝謝協議 我也想聽聽為何會辭職 本來是在商場、餐廳的唱歌 還有做模特兒、獨立者 你怎麼認識她 她是上司 因為我以前有進公司做訓練生 但在裡面認識那個男生 當時她有女朋友 那個女生也是在同一間公司 也是訓練生 對… 那男生呢 那男生也是 其實都是俊男、俊女 但我們今集是說禁忌之戀 對… 有甚麼禁忌可以跟她一起呢 因為那個男生和那個女生 是之前已經在一起的 但公司又說到 入了公司後就不能拍拖 然後有一次我跟那個男生 因為我跟他住得是同一條路 所以就一起回去 然後那天我又不開心 然後我就跟他分享一點 然後那次之後 有一次就整群女生一起練舞 然後她的女朋友也在 後來那些朋友跟我說 那個男生在這樣看著我 你不跌倒了 他看著你 你不跌倒了 你不跌倒了 坐著我看著她 對不起,教你練舞 一段時間之後就分手了 他分手之後 那個男生就來追我 然後… 放在明明 又說… 公司明明都說不讓拍拖 你還追我 對… 但你有沒有怎樣拒絕她呢 他那時候是… 譬如他會跟著我 我跟我的朋友出去 然後又說要付錢 所以我就不斷說不用了 其實挺好的 但我剛聽你的故事的時候 我聽到你說 你會跟男生說心事 但在甚麼時候 觸發到你想跟男生說心事呢 一開始 剛好那天是同路 即… 即是… 即是這麼條路 即是剛好跟男生一起 一起跟我說心事 同路 我剛好那天很不開心 然後跟她說了一點 但之後我沒有再跟她 有文字上交流或是怎樣的 你們會不會跟男生說心事有隨便 我經常打給你的 你不聽而已 我經常吸氣了 你又來煩我 不關工作的 千萬不要煩你 不要煩你 如果說男生朋友的話 我覺得其實跟他們說心事 是有個好處的 即是比女生看到的東西又不同 但真的 無緣無故跟女生說心事 或者女生跟我說心事 特別是不開心的 我在聽說我會融入了你的世界 你多放心把你的心事交給我 男生就有一個心態 就是我想照顧你 是 可能你就給了這樣的錯覺 他又一刻喜歡了你 你不怪別人的 人家以為你給他那些 你是給了動火 是的 我反而想看看大家 即是如果你當時說 他本身是有女朋友 但你又提及到 原來你排舞的時候 他不看他女朋友 他看你 其實大家在一段關係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再對其他異性有興趣 即是到處也在這裡看一看 男生來說我覺得總是會 你看到女生很爽 對 看一看女生很爽 身材很好 你都會照顧你 你都會照顧你 女生也可以照顧你 其實也不會照顧你 關你一關 如果女朋友在 最好看女朋友再一起照顧女生 有次序 先照顧她的朋友 對 即是有個先後次序 我覺得這個要講技巧 因為要看男生 你千萬不能掃射 你不要閃縮閃縮 你要看就正面看 你要自然一點 你看眼神要放 你試試看 例如我看Alan 我可以看著他 但其實我可以假裝放空 然後再看另一個位置 哦 真是很容易 其實你直接看 其實他就避免你了 他會避免你 很容易檢查別人 我覺得最不好的看人方法 是上下看 即是像這樣掃你 這樣打 不是這些 不是這樣 要掃你全身上下 這個真的很不妙 其實男生看女生 最容易被人發現 因為他們太過明顯 不如我看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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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看著同一個位置 然後就放空了 他們是不會記得自己看 他們真的看不出來 回不來 看不出來 弄不出來 回來了 回來了 後來 即是你說男生 跟女生分手了 我想知道 你們是同一間公司 這件事有沒有其他人知道 或者怎樣處理 女生又怎樣知道 後來 因為你分手 其實我覺得她未必是因為我分手 但可能她在Joy我之前 她還沒完全斷清 之後那個女生就向公司投訴 甚麼 投訴 投訴 你拆散他們 你就是這樣 對 我說我們亂搞關係 亂搞男的關係 你有否想一起提醒她 你們要亂搞才贏 我做過而已 對 但你們是沒有開始 你們沒有在一起 我不是喜歡她 很無辜 你有沒有生過一個女生 當時為何會投訴你 令你們公司發生這些事 其實很尷尬 是嗎 我也有一點 我當時 我真是很尷尬 我真是很尷尬 因為我誤會了是第三者 她會討厭你 她覺得是你拆散她們 但我之後想起她的立場就會生氣 或者女生面對這些情況就會覺得你是壞人的 其實這時候那個女生是有問題的 明明是你自己的男朋友離開了 你猜不到應該是罵自己的男朋友 而不是去找女生 可能跟公司投訴應該是兩個都糟糕 如果公司說明 你們不可以在公司搞這些男女關係 但你又很喜歡對方 你會不會偷偷 對 會不會偷偷他們 那一定是會做的 但一定不會讓人知道 會低調一點 是吧 那一定是這樣 你哪能控制到的 其實公司有些規定是叫你們不要張揚 是保護我們而已 因為怕他們分手一起的事情 那你同事最尷尬的是 如果你萬一做不成情侶的話 你做不到事情 可能會針對你 或者你又會針對她 即是共事不了 那你那時候有沒有很多人說你是非 即是說你搶人男朋友 一定有 男女女好像有跟我的朋友說 哇 有些人 沒有說 即是沒事 你都相信你 因為我覺得她走得正 站得正 知道自己想做甚麼 這時候有沒有說有甚麼懲罰你們 她有叫廢 還有警告 那個男生出現的地方 我就不要出現 那很緊張 安全距離 很難 還有一間公司 最尷尬的是 那時候我封鎖了她 但是還要看到 你封鎖了是否因為 你不想再退任何關係 其實我覺得可能我做甚麼 她都會覺得我 她會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要斬 斷 斷 斬斷 斬斷 對 聽說公司上次也有提出一些推薦 那她之後有沒有一些很強勁的後續 繼續對你做 我不太記得公司知道我沒有 但其實之前有一次她已經離開了 然後她突然間在後面出現 然後跟著我 然後我已經沒有理會她 然後自己在這裡按手機 然後她突然間在地鐵上 突然間在地鐵上 突然間在地鐵上 你幻想過幻想 地鐵上 地鐵上 很多人 地鐵正在扶手 但你那一刻怎樣反應 那我就推她 但我不夠那麼大力 她不走 你先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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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推她 你… 但其實她不會擁住 對她 其實你不喜歡她 為甚麼她還要霸王眼上公 她是否很自信的人 她也是 是否覺得自己很自信 我已經很想她 她一定有自己的才能 可能是唱歌或跳舞 她一定是非常自信 然後追求女生 一定是經常追求女生 沒有女生拒絕她 她覺得你性格很軟 又肯跟她說心事 她一定會比較軟 是否中法 中法 她一定會覺得遲早可以踩到你 那又找甚麼 再進擊一點的中法 有一次是公司知道了之後 她又是自己離開 她又是無緣無故出現 她一直跟著我去旺角 她還跟我說 我的朋友可能會誤會我 甚麼甚麼 然後我真的覺得很崩潰 然後我就求她 你不要再搞我 你走 但她還是不放我 最後是離開了 事情才完結 離開離開 離開離開 離開了公司 離開了公司 事情才完結 被人解僱的是她 你很好 你應該投訴她們投訴你 我投訴你 我投訴你投訴我 但也挺可憐的 你突然捲入了風波 這麼複雜的關係 對 對 這個事實夾法 我們不要衝人講心事 那她們有甚麼結果呢 她們兩個 她們都分了手 但沒有利息 都離開了 大家怎麼看 對 遇到這麼複雜的關係 剛剛跟她 另一半章的關係 就馬上跟你開始 還要這麼強勁 我覺得她做得最錯的是 她太強勁 太強勁 她迫動人 但很強硬 手段不夠懷柔 以為只是霸道總裁 但霸道不起 我自己覺得 這個男生 因為剛才說了 她很自信 因為你一直拒絕她 對於她來說 你一直拒絕她 因為她是自我中心 沒試過 沒試過被人拒絕 沒試過被人拒絕的 但是如果你問到 我會不會處理得這麼複雜 有沒有跟她在一起 我想是 先叫她處理乾淨 我不介意 你過去發生什麼事 但你先處理乾淨 你不要把事情弄得這麼亂 你又不跟女朋友說清楚 弄得她現在是弄著我們 對 我會覺得這個人本身有問題 我覺得 因為可能感冒了 很多手續 我覺得不可以影響我賺錢 你弄得我又要來 然後公司的同事又要這樣說 我覺得做任何 尤其是拍拖這件事 我不會選擇在職場上 如果是我 好像她的情況 弄得全公司好之後 我想我會在社交媒體開一個直播 然後舉起三隻手指 開直播 我說我跟她是沒事的 我不會想被人弄得我離職 對 她一定要澄清清楚 那今天多謝翠兒 謝謝 謝謝 謝謝